文明 文明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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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要討論的是 好就是要介紹社區參與團隊協力模式 那因為這個部分我本來的規劃是 我除了跟你們講也會跟家長講 讓家長知道他在參與我們討論的時候 可能有些哪些我們的基本原則 可是因為後來考慮到家長 可能沒有辦法來參與我們那麼久 所以我們先把這堂課移到上面來 那下午家長來的時候 我可能還會有一些 我覺得家長要知道會跟他們講 所以各位我等一下會跳 是因為我覺得是下午可能家長我會再講一次 我就不會講得那麼詳細 可是各位如果說你在聽的時候 你覺得我還是想知道多一點 不要客氣就跟我講要我講詳細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沒有跟我講詳細 我等一下就聽不下去 還是要跟我講 那第一個講的就是社區參與的概念 那台灣我們在講ICF大家都很清楚 過去就是說我們大概在醫療界裡面 我們就很多時候都一看這個個案 是什麼樣的疾病狀況 可是目前在ICF裡面就強調說 你不能只看這個個案的疾病 就醫療界你不能只看這個個案的疾病 你除了看他的疾病 然後醫療界大概會根據個案的一些症狀 比如他的肌肉有沒有力量啊 他的腦部有沒有阻塞啊 我們叫做身體功能構造 就是症狀的部分去做診斷判斷之外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來的這個ICF模式強調 我們在看每個個案的時候 一定要強調他的活動參與 那最重要是經由我們的服務之後 你即使是醫療團隊 你的成果裡面一定要讓這個個案 他的活動你參與增加 也就是說假設我們在醫療界 比如從物理治療來講 他常常會說我要增加減少這個個案的疼痛 我要減少這個個案的這個關節的受限 可是你把它減少了這個部分 這個個案本身他在學校的 或是在家裡的參與 他的功能還是差 各位可能有經驗說 一個孩子在患中心或在老師指導之下 他可能日常生活某些東西 在學校都表現得很好 可是回去家裡還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活動參與不只受這個症狀的影響 也受到他的環境因素跟個人因素 那尤其孩子很小的時候 這個環境因素 家庭的環境對他影響最大 所以他這裡才會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評估一個孩子的時候 我們的所謂的發展項目 通常我只會把它歸在活動 然後我們還要跟他跟家人 跟其他小朋友一起進行活動 我們這個就叫參與 就是要跟人有互動在一個 所以在你們參與之前有說 因為我們要強調是家長的 家長的參與我們的討論 我們強調是孩子的社區參與 所以才會說請你們提供家長的 我們的服務人員 請家長先回顧一下 他跟孩子一天的生活作息 然後跟孩子一天生活作息哪些活動裡面 他覺得孩子的參與最少 然後讓他最困擾 他覺得是最重要的 然後做為我們今天下午討論的 這個所謂社區參與 大概這個是所謂的ICF的模式 那對這個模式請問 這樣講可以嗎 這樣可以 應該這個在台灣講的應該可以 好 那講的是互動 那所以就是再講一下 這個其實是 那時候是要打算給家長 就是身體功能 就是這個身體的各個器官 各個系統 他的生理功能跟解剖功能 我們叫做身體功能以構造 那在我們有些就會用Vis 在台灣做生意障礙鑑定 就會用這些代碼來表示 然後活動與參與呢 他其實有兩個角度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的活動 活動只是指一個人自己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一般講的發展能力 通常都用活動的角度去看 可是我們剛剛有講過 在ICF裡面更強調什麼 參與 就是他在實際上 那個生活場域裡面的參與 所以我們就說 在孩子跟家人一起 因為我們現在強調是家長要參與 所以我們請家長回顧是 家長跟孩子 在他們實際上 孩子常用在的生活場域裡面 他們的孩子的參與的情形 那這個活動參與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 會受到什麼 環境因素 所以環境因素它的代碼 那這個環境因素呢 包括物理社會價值等等 所以包括我們的 剛剛講的法令政策 包括我們的整個組織架構 包括旁邊的人 對這個孩子的支持 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包括孩子手用的各種物體 包括藥物啊 或是輔具啊 或是教材等等 這些都是環境 那我們在ICF應用的 我自己大概這樣多年下來 我發現 有時候我們會想到這個活動參與 當然跟身體構造功能有關係 所以我們花很多心血 在做身體功能構造 可是身體功能構造 要能改變 除非在急性期 腰物手術 不然已經到慢性期的話 功能構造要改變 通常花一段時間 常常幾個星期幾個禮拜 而且孩子有時候不容易做 那因為那個身體功能構造 通常都用所謂的介入 就是治療的方式 那治療方式 孩子通常配合度比較不高 所以呢 這樣子做 而且這樣做了之後 不一定會影響 尤其不一定活動 影響參與 可是環境因素 常常 比如以我常見的 腦性麻痺孩子的 頭部控制區塊控制來講 其實他們抱著姿勢一對 他的頭部控制 他的區塊就變好了 所以反而是 你環境因素的改變 或給孩子一個輔具 他們某些功能 他就立刻改善了 所以改變環境因素 對參與的影響的立即性 快速性 其實會比功能跟構造來的快 可是呢 你改變環境因素怎麼樣 一定要家長願意參與 因為家長就在旁邊 他只要怎麼樣改變 不是你一個輔具 給他家長回去還是不會用 或是不願意用 你給他一點沒有用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是說 在ICF這樣概念裡面 我們強調的是 我分析這個孩子的 參與的問題的時候 我當然會分析到 可能有這些原因 可能也有這些原因 然後我們再以他優勢 他現有的資源是什麼 不要去找 他沒錢的 你拼命要這個 給他很貴的東西 我以他現有的資源 可以找到的先給他 可以解決的 不要去找難的 這些都是ICF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在用各種角度看參與的話 我們就像剛剛在講的 我們在裡面會用一個所謂的能力 那能力呢 比較我如果比較講 我們叫做標準環境下可以做的 這就是ICF裡面的能力 能力呢 我比較現在用講 就像我們做很多 資歷商事的測試 然後做很多發展商事的測試 用直接施測 我們都在醫療環境 或是在教室一個標準環境 施測下面 這個都是能力 能力就比較偏向是活動 只是牽涉到這個孩子本身 個人的能力 那我們如果再講表現 或是再講生活情境的能力 這兩個呢 都比較是屬於參與的程度 也就是說指的是 在日常生活場域裡面 這孩子參與的投入狀況 包括參與的頻率 然後這個實際做的有點是 生活情境之下 如果沒有人家幫忙 或是就是這樣的話 這個孩子需要別人 生活情境之下 需要別人協助多少 這個我們叫做生活情境下能力 所以大家等一下在談的時候 稍微要把這兩個 尤其在講孩子 稍微臭開一點 因為常常能力就是孩子的一個能力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在短時間立刻改善 可是如果我們講的 尤其在講的是社區參與 我們比較講的是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常常是有很多 包括家長的期待 生活作息的改變 環境的改變 或是有一些資源 外在的環境因素這樣幫忙 這個參與通常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大家都往這個角度多想 那等一下我們會舉例子 如果這裡還不是很清楚的話 沒關係我們還會再反覆 所以我們有請 這個我下午會再講 尤其下午或是我們之前有請 提供單位的工作人員 就是要 就是帶著家長先去回顧 因為等他來再想 他會有點來不及 會影響 可是我相信有些家長可能 雖然講 因為我們依照經驗 有些家長一個月 還是對社區參與還是講 講半天還是有點搞不懂 沒關係 反正他能懂多少 能進多少 賺多少 那原則上 我們怎麼樣帶著家長去看 孩子的社區參與 我們就請 因為我們要著重是家長的角色 所以我們不要讓他 因為他對學校的 或在發展中心裡面一定不清楚 所以我們請家長 根據他們 他跟孩子在家庭 所以可能假日都會在 如果那個 或是說他也許平常 總是會有在家裡 跟家人跟孩子一起的 那個生活作息 所以包括在家庭內的 或是孩子常常 家長常常帶著孩子去的 那種生活場域裡面 看孩子跟家人 或是跟其他的同儕 一起進行一些活動 他的投入 他有沒有都有參與 跟人有互動 或是他會很高興 玩得很開心 很專注 很持續的想去參加 或是需要別人參與的程度 有多少 然後跟同社區的 同樣年齡的孩子相比 他的參與的次數 還有多樣性等等 這些角度都可以讓家長去看 我的孩子 我的社區參與是怎麼樣 清楚嗎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概念 因為看大家好像 兩眼發白 所以這樣的社區參與可以嗎 這個絕對不是只有發展能力 因為我們讓很多發現 大家對參與很容易有跳舞的發展 然後就會跟家長在討論 我孩子會不會 會不會能不能自己吃飯啊 會不會自己穿衣服啊 會不會認識 一二三 很容易 我們之前跑 又回到發展層面 所以 各位一定要想是 家裡跟孩子參與 等一下我會寫一些例子 給各位看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這個問題界定一定是 家長界定 不是我們 所以不要用你的專業是說 你這個優先 這個怎麼 要由家長成員 那如果孩子能力夠大 我們六歲如果已經開始 可以表達能力 他當然可以表達 他的偏好或重要性 所以其實好像你們上午討論 這孩子家庭最喜歡做的活動 是哪一些 那些 所以判斷哪個活動是最重要 或他覺得哪個活動感覺 對我們家裡成員來講最困擾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像上禮拜 我跟一個家長在討論 他跟我講的最大困擾是什麼 我們家晚上都大家吃完 後來要一起看電視 可是我的孩子就會在那邊 因為他的溝通能力 然後他又看電視又 他沒有辦法了解那時候 就要 叫我們就必須有一個人去 所以他覺得我最大困擾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全家一起看電視 所以那個每個人講的 那個想的不一樣 不是發展 是我們全家一起做 他覺得最大困擾是 我們全家沒有辦法一起看電視 所以他覺得他認為 那是對他們來講 是最重要的家庭一起做 或是他跟孩子一起做的 或是孩子跟其他通能力都沒有關係 然後我覺得 那是我覺得現在目前最困擾 我最想解決的 所以那個是時候叫做問題決定 那問題決定 我知道各位在一般你們的習慣 可能孩子療育目標都會 十幾個二十個 那是我們平常的 可是通常在用這個方式做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 不是每一個療育目標都這樣 那會定時 可是他基本上是一個 叫孩子 叫家長怎麼做問題解決能力 怎麼去思考模式 所以你們其他模式還可以照常 可是裡面就挑一個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做問題界定 所以問題界定大概一兩個就好 因為我們的經驗 大概一個問題就可以討論一個多小時 所以今天下午是有讓你們兩個小時 所以家長如果講出三四個問題 你慢慢讓你覺得我們先 等一下我們如果有時間都會討論 可是先討論哪一個 那當然你會有點點專業 他會覺得可能哪一個問題是比較可以解決 因為你討論半天最後沒有辦法解決 可是家長如果堅持 我還是先討論這個問題 你還是先尊重他 一起討論過 他就知道原來這個問題是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說以家長為 讓家長跟我們來做主要的決策 那因為同個活動孩子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地點 不同的人群表現就不要講 表現生活的長意 所以生活長意 生活長意環境不一樣 物理環境不一樣 或是社會環境不一樣 旁邊的人不一樣 協助的態度大家不一樣 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講孩子的參與的問題界定 我們等一下會講 今天要具體 所以要讓家長描述出 我們常常在說叫做五個W 我又用五個W 盡量就是請人 那你介紹這是發生在什麼情形 這怎麼樣怎麼樣 那尤其是很好玩 如果說像你們懂的家長的療癒人員 如果也一起參加 因為你很知道孩子在學校的情況 然後描述了孩子在家裡的情況 在家裡跟在中心怎麼那麼不一樣 有些時候是孩子的某個活動 在中心表現得比較好 跟有些時候剛好相反 可是有這樣機會對話很好 大家就 原來可能哪個因素我沒有考驗 原來這個孩子有什麼 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會有 當然我覺得有這個困難 是發生在什麼場景 那會有不是只有那一個物理環境 物理地點 包括他出現這個情境的時候 旁邊的人事物 這些可能都會影響孩子的表現 所以盡量能夠引導家長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就你媽媽引導 他下次再看孩子的問題 他怎麼說我的孩子很愛哭 在什麼情況愛哭 愛哭什麼時候 他會越來越清楚孩子的問題 他界定清楚 以後他才能夠自己解決 那另外當然孩子 孩子的性命 這孩子的一些基本資料 大概有點知道 因為你對三歲的兒童 跟對六歲的兒童 你在判斷這個是不是他們的問題行為 會不一樣 他診斷也會不一樣 所以稍微會先請家長 你可以描述一下 你的孩子的狀況 那下午拜託 我們開始會有示範 那我不知道你們找的家長 是不是已經是很可以講話 有些家長可能還很害羞 或是我們大家都已經很熟悉 他對我們不熟悉 所以下午的時候 我們家長竟然麻煩熟悉這個個案的 你們同單位的人 就坐在孩子家長的旁邊 那我當問家長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段時間問他 家長可能不好意思講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提示他 或是你說 我幫你講一下 這個可可以 這樣你可以幫他講 因為這樣子才能說 讓家長慢慢熟悉 因為熟悉要一段時間 他對我們也不信任 所以我們下午家長來之前 我大概會就先跟他 我們這個成員你們知道 我先跟他介紹 讓家長知道一下 然後到底是什麼活動 他覺得有困難的社區參與活動 是什麼活動 是哪一種社區參與活動 那在什麼時間 因為可能早上跟下午 或是在禮拜天 跟那個出現也不一樣 然後他的嚴重度怎麼樣出現 這問題的嚴重度怎麼樣 就要稍微講一下 那ICU除了那個模式以外 其實他這個模式我是更喜歡的 他其實在我們在看孩子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講 如果我用社區參與這個 社區參與其實都是孩子本身 他的身體功能 他的疾病狀況 跟環境互動產生的結果 所以就是說我們了解 剛剛為什麼說我們要知道這個 參與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知道5W 這樣在5W他在講的時候 你慢慢就會知道 哪些可能是這個 哪些他們怎麼樣互動造成這個 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才會知道說 可能孩子因為他身體功能 有什麼樣的缺陷 所以造成對物理環境 他對他不會有正確的一個回饋 所以造成孩子不喜歡 那也可能這個環境的這些 刺激來源對孩子的 本身的身體狀況來講 他的本身的功能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沒有辦法 對這個刺激的來源有適當的反應 所以就會讓他這個孩子在 這個社區參與的 這樣的表現會比較差 所以通常 其實我在看ICU除了那一個表 我其實很喜歡 當我看到任何問題 我就會前看後看 大家腦中一面就問了 然後去得到把這個的可能的影響因素 把它找出來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問題的解釋 那這個在你們講也沒有 我只是稍微 我會喜歡 現在比較不喜歡說 大家都用那個標 就一般的那種介入 然後我知道有很多評量表 然後把那發展題目 然後勾一勾不會的 那就挑出來做療育目標 因為那個就有點像我們現在在講的 我教孩子釣魚不是給他魚 持那一樣 就是說你給他一些發展 因為其實我們孩子的發展 如果你說一般孩子發展 像我看我的孫子 他沒有一項是我一個一個交出來 然後現在會 很多是我們就是有提供他那種環境 然後他在參與過程當中 一方面當然是我們教 一方面是他會觀察 孩子會自己觀察 然後他自己也有那個欲望動機 要增加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會自己去練習 像我的孫子現在是五六歲 他現在最喜歡就是挑戰他的平衡能力 所以他只要旁邊有看到那個 類似那個平行幹 他就上去走 然後他現在最顯是吊單槓 只要看到有單槓 像我家門都會變成他爬的 因為他覺得他是像蜘蛛超人 那我也沒有要求他做 然後就做 然後我就哇你怎麼那麼棒 然後就會加強他更想做 所以有些時候那個能力 其實不是一個一個建構 是孩子本身他有沒有那個欲望去學習 他有沒有那個基本的學習能力 所以當我用這個問卷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大概都可以問卷給各位看 他的活動 這個有點像我們剛剛講的 在編碼 他比如說他的活動裡參與 他就說會用視覺來做學習 我們這個是因為把翻譯 翻譯得還不好 用聽來做學習 用模仿來學習 就意思就是 這就是基本的學習能力 然後環境因素就會包括說 孩子的溝通用品啊 需要的遊戲的玩具啊 或是家裡的那個環境的障礙性怎麼樣 他就會類似這樣比較很廣的 可是他問卷這個家長會想 我們就會再跟他跟家長一起討論 那找出比較是特定化的 家長的孩子的問題 那給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我下午會講說 我只給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跟 因為在我們一下子 喔孩子能不能自己吃 孩子能不能什麼 會吃固體的食品 這是我們從發展的角度 可是當我們跟孩子 跟家孩子的家長 在詳細討論出孩子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大家沒有 可以我可以伺候給各位 因為今天早上想想 我應該都給各位一些例子 各位下午再想 會比較能夠紀錄狀況 所以我早上趕快把 把那個 我們過去在台北市做的這個 家長提出的問題 我趕快把它整理一下 那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比如說一樣是禁食問題 你會看我們不同的家長 提出來問題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問題是一個個案 他是說他沒有辦法自己拿著 開口杯或吸管杯自己喝一樣 所以完全是他在等下喝這些水的時候 全部要讓大人拿著胃 所以家長覺得他光喝這個水 就對他造成很大的困難 所以他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問題不是說 孩子能不能自己拿著 不一定啊 他我們後來設計是 我反而有很好的擺胃 有很好的儲具 孩子就可以 家長在這個過程中 他不用一直扶著那個杯子 讓他自己禁食 那另外一個也是禁食的問題 家長就說 他是在躺著的時候 頭彎曲的時候 也是一樣要母親完全協助用奶瓶 然後要喝液體類的 所以媽媽也覺得 因為這樣子他光每天光在喝液體 他也覺得負擔很累 那另外一個個案是 他有做因為禁食困難 他有做胃躁龍 然後媽媽最大的抱怨就是說 他現在幾乎80%都是有胃躁龍進去 他有嘴巴進去只有20% 所以媽媽就認為說 他一整天他有口禁食的量 他希望 有口禁食比胃躁龍來的少 他希望慢慢的能夠 有口禁食的量比他大 那第四個家長他是說 他禁食活動的時候 通常吃一頓飯需要花兩個小時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有很多情緒反應 所以每次吃飯 他對他有是一場大戰 所以他覺得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家長是說 因為他有胃食道逆流 所以他覺得他生病的時候 那一吃只要一生病吃 就會發生胃食道逆流 所以家長為了他胃食道逆流 就會照顧的負擔很大 不僅是身體的負擔 也是心理的負擔 那你看光胃食若到特異性 不是說這孩子能不能自己禁食 包括什麼 他的禁食的方式 家長幫忙多少 他的禁食是有嘴巴味噪容 或是禁食的時候 能不能跟家裡一起禁食 他的情緒反應那樣這樣 這些都會變成是一個問題 所以就不是只有簡單 孩子能不能自己吃飯的問題 只是發展問題跟參與問題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每個家庭都不一樣 每個孩子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你會問出每個孩子獨特 那因為問題都不一樣 所以你當然可以想像 你的問題解釋也不一樣 你的問題解決策略也不一樣 你不會說你不會禁止回去 要訓練吃飯啊 就這麼簡單 哪有那麼簡單 那這樣這麼簡單 就不用你們專業人員 家長也知道 好 那我這個就不再提 我今天下午會講 那我們另外一個要用的方式 叫做團體協力模式 團隊協力問題解決模式 那這個呢 其實是在美國的加醫科 他們提出來的 因為他們發現 當急性病感染的這些問題 醫療的問題已經被解決了以後 其實很多慢性病的問題 主要解決的是什麼 一個個案 他的生活型態的改變 可是生活型態改變 不是醫生說 叫你說少抽菸 每天早上六點前要去運動 然後要多吃蔬菜什麼 不是你給他講一個標準化的 健康的生活型態 這個個案就做得到 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後來 他們自己就發展出 所謂的團隊協力解決問題模式 collaborative 這個你們如果上網去找 我還很驚訝發現 哇 資料一堆 然後 而且是有醫生 我本來以為這是社工啊 或是什麼 沒有耶 是醫生提出來 所以讓我覺得 那如果醫生都可以提出 這個應該是我們可以 所以讓我用這個模式 會更有信心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請grano他來 這位瑞典的grano跟他的太太 然後他們就是把問題解決模式 跟國際功能分類系統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後他帶著那兩天工作方 就是用這樣模式 那我自己學了以後 我覺得非常受用 後來開始就是我也自己去練習去用 那用到現在應該一年多 我相信他 我就覺得自己受用蠻多 然後家長覺得很開心 工作人員 一半開心 因為很多工作人員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模式 所以還在 那個你的觀念 還有你的思考模式要改變 需要一段時間 我自己的經驗 我模式改變大概都要三到六個月 所以各位不要很高興以後 你今天回去馬上就可以用 你大概要適應三到六個月 這是我先給各位打預防針 因為我自己 而且你這三到六個月呢 會比較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用 就像說 我們以前學MDT 個案來就怎麼報什麼 我都已經 我這時候用卡金頭 就是腳趾頭去做 我都會做 我根本都沒有負擔 可是當然我要用一個 新的思考模式 那新的思考模式 我又不是很熟 很多不知道的 做的會覺得 我教的都很怕怕很沒有資金 這個不知道怎麼辦 會跟家人 我自己再想想看 所以你會三到六個月 我自己啦 有三到六個月適應 可是我當我跳過這一段 我們每個人的模式都一樣 每個人的思考模式 或你的習慣 都要三到六個月 不會說我想改馬上改 改不了 因為你的腦筋會跟你抵抗 然後呢 因為你用舊的很簡單 用新的要很麻煩要想 所以不要以為你今天學了 回去馬上就可以很輕鬆用 不容易 可是我們用的模式是什麼 為什麼今天要讓你們同組在一起 你們已經比我運氣好了 我以前常常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因為比較早出生嘛 在台灣那時候做早聊的人很少 所以學的東西我都自己要學 然後當然我會趕快去找什麼 臨床心理來幫我忙 然後可是還是很多時候 要自己去try on the error 去試物 然後我很感謝我那些家長 願意陪著我 讓我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 我們每個人知識都能力有限 可是你跟你的同伴 大家都有這個概念 回去可以一起討論 我相信你們只要有心想做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今天很高興 為什麼領導者來 因為領導者才會知道 我要用這個模式 我可能指資模式要稍微 流程要改變 不然光你想做 可是一樣30分鐘就要一個個 或者我的工作量要求那麼多 我會怎麼做 這個都是剛剛為什麼 早上要你們想一下 要一些 就我們自己要變 然後團體的組織單位的行政流程 什麼要跟著變 好現在講回來 什麼叫做團隊學歷解決模式 也就是說我們講的 我們今天下午會練習的 當我跟個案進來的時候 我會跟個案一起討論 不是只有你們專業 我們專業自己做決定 我會從幫忙家長 從他們剛剛講的社區參與 孩子跟家庭做的 他們最終遇到什麼的問題 先把一個問題 然後用我們剛剛講的五個W 很比較具體的去呈現 儘量五個W不一定要完全都有 也許也許沒有辦法 可是盡量去呈現 呈現出來以後 你也知道找到他的基礎點 因為像家長 你講的問題大概平常時間 發生的頻率或是嚴重度怎麼樣 就問題界定 界定清楚以後 你從這個問題界定 就可以怎麼去設計目標 我們等一下有看 就是原來30%可能就50%等等 然後呢 你有問題界定清楚以後 就會剛剛我那一個 剛剛不是ICM那個模式嗎 你從會造成這個問題的可能的 身體功能活動環境因素 個人因素去做解釋 當你可以解釋對的話 你當然 因為假設解釋對 我知道這是什麼 哪些是可以改變 哪些不能改變 你就可以找到介入方法跟策略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然後中間呢 你大概都要想到優勢導向 他現在有的資源是哪些 他現在好的是什麼 就要幫這樣點出來 所以你善用他的優勢 一定要給我一點回饋 這個其實在我們的工作手冊裡面有 這個圖表有 如果你們有看過 這個圖表有 因為那時候就知道 我很好就趕快 我把他放進去了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來給各位做個案例分享 我現在已經把他簡團版了 就是你們今天下午 你們今天下午 我們每一位協同講師 都會有這個紀錄的空白表 那你們今天下午就是要 理論上會做出類似這樣的一個紀錄表 你會有參與者是誰 當然哪一個當協調者 協調我今天下午會算 就是我今天下午四萬四十五 你們團隊看你們誰當這個引導 家長大家一起討論的這個協調者 誰當紀錄 那地點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個案 當然我們講五個W裡面 一定要先知道這個個案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是一個性別年齡什麼樣的疾病 然後會有個問題界定 那這個問題界定呢 他就說把這個問題 比如 貴爾在加碼 阿戶是這個人 然後時間 然後他是說主動表達尿尿需求 我會主動每次要尿尿 會主動表達需求的意義 太少 這個應該在你們的 OK 在你們第25頁 在25頁有 OK 25頁 你們講義的25頁 最後面 頁碼的25頁 都有看到嗎 OK 好 好 就會 就是他的問題界定 那這個問題界定 其實我們中間 等一下下午如果有空 我們其實會有一大段流程 我講過我的經驗 光界定問題 目前我經歷到的 除了那個家長已經第二次第三次就很快 不然的話 第一個家長大概都要花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 因為他會還是回到以前發展 然後會講的不是很具體 然後講的非常你會覺得根本就不清楚 然後你要慢慢帶領他講出來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 尤其你們今天下午 遇到家長不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有教他做一些功課 界定問題能界定到比較具體的 這個有時候 你可能要花時間讓家長慢慢去 不要太早把他 因為你把他界定了 他就沒有機會練習 然後另外 那解釋的是 常常評理這個有 你就是說在家裡面主動表達的小學習就有10% 那團隊包括家長 我們就一起討論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 後來問家長 你有沒有開始記錄大小便化妝的時間 因為事實上你要家長 或是我們所謂的表達小便需求 那個除了他的表達能力 跟他的對生理的 還有他生理的排便的生理成熟度怎麼樣 所以通常在我們大小便訓練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要先去做評估紀錄 然後知道這個個案 通常大小便多久一次 那個是要有系統性的去做 那也要評估依然 所以我就問你 你有沒有曾經紀錄 沒有 這樣通常不曉得要做這個 OK 那這個可能當然就是一個 可能因為不知道 所以你怎麼樣去訓練他表達大小便 然後另外 我們就當然會主動表達 就是要問他 就說 到底大便小便 他意義知道嗎 這樣說 他70%是回應 然後呢 然後 可是學校就說 我在學校裡面 因為他在 就是把老師說 他可以表達 主動表達需求 而且什麼 可以成功是真的 那個可以70% 可是家裡說只有10% 你就知道問題在哪邊了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這個孩子其實有potential 所以你知道環境 環境 然後怎麼樣訓練他 然後 因為有那個語言資料 他就說 所以要表示這個語言的理解跟尿意 應該不是主要問題 所以我們會把哪些可能是問題 然後就在進入討論的時候 慢慢就釐清 然後 另外呢 就在想 因為上個時間老師會主動的巡述 就是 我也不時就老師知道 這個時間 因為老師知道他如廁的一些習慣 老師有做了 所以他會知道 所以老師會知道他的知識語言 所以就能即使 在他真的有小便需求問他 然後 就急著大家去小便 所以就成功了 然後 他的口語雖然很清楚 可是 在家裡可以10% 在校可以70% 成功表達如此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他的表達能力應該已經萌芽了 已經出現了 所以如果再強化他的口語的功能 比如說 因為他聲音很小 所以媽媽 爸爸可能在做事情 就沒有聽到他想那個 所以後來有家長 可能要聲音怎麼樣 讓他聲音可以喊大一點 咬音比較清晰 或是要配合特定語言 讓媽媽在其他房間做家事 也可以聽他的如廁的需求 同時在如廁需求的時候 就要給他正增強 然後呢 第四 所以你可以看在解釋 事實上有時候 我們就很習慣 解釋是同時 其實有顯示策略就在這裡 所以 家人觀察紀錄平常在 並了解周期性的話 就比較容易引導人 以及主動的 那就是一些策略 然後就是在家 有時候都是在固定時間裡面 會就把他帶去 所以就使他的主動表達開口的機會減少 那當然就讓他可以主動表達的 練習機會就減少 那在目標設定裡面 因為前面已經講了 他原來只有10% 那我們目標設定 現在在我們那邊都是三個月 因為三個月就評估一次 就可以修改 所以我們就請他都會寫 開會日期跟目標 然後我們用的都是叫做目標達成良齒 那後來我們在這裡也會喜歡用目標達成良齒 這個是也在 現在全球蠻喜歡用這樣的良齒 因為過去常常是專業人很平 那因為目標達成良齒是你跟家長 所以最後也是由家長來回饋 他現在目標的 那個就客觀性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叫做目標達成良齒 那目標達成良齒 原則上跟現在基礎點一樣的就是 就是零分 然後我們預期三個家長提出來 我希望頻率提高到50% 這個就是預期成效 然後在預期成效跟目前一樣的 就是叫做1分 就是30% 這是家長跟家長一起定出來的 那比預期成效還好的就看多少 就這樣定出來 然後之後比如到7月12號再看看 欸達到多少就可以知道他幾分 那這樣的話就是 這樣就可以變成比較客觀的一個量性的 然後就比較可以做統計 好 那介入策略其實就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你解釋 有解釋清楚了 就開始會介入 那介入比如我們剛剛說 欸家長沒有做紀錄 然後就要求請家長跟老師一起記錄 然後記錄他一週左右 就該就知道他們的規定 然後很重要就是在介入策略這邊 我們不是說介入策略給他 我們有一個主要協助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要協助者除了家長以外 老師也會協同 老師會協助 然後在語言的部分表達聲量 就會請老師家長跟語言資料師一起 所以我們每一個策略都有一個主要協助者 那最後這整個一個目標就會有一個追蹤 那因為這孩子在發展中心 所以會變成他的療癒老師會主要的 就是有點當個案的那個會協調 追兩個禮拜就會去追這些家長 這些策略做的怎麼樣 有沒有需要在進一步的一些協調 這是目前我們用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 像經過三個月以後 就再開第二次團隊選議 因為可能看看目標達成怎麼樣 然後呢 這不一定是三個月後 就看這個家長 有些時候必要的時候 提早兩三個禮拜甚至就可以開 像我們有的家長就 因為第一次連目標都訂不出來 所以只好兩三個禮拜再開第二次 然後這個是這個家長 因為他開始訂得很好 所以第三個月以後就開著 然後家長就說 他現在已經主動表達有50% 就表示剛剛講的兩分就已經有了 然後在學校也可以到95% 所以一定目標 所以我們後來在第二次就問家長 你這個目標繼續還是什麼 家長就說我希望另外一個目標 所以他後來就又選另外一個目標 好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早上謝謝各位 好 謝謝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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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廖老師